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抖着獠牙的怪物 抓住了他的脚踝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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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怎么了,小萌,你不认识我了吗?我就是承秀啊。 承秀似乎是听到了一个很好笑的笑话,大声地笑了起来,根本就不在意因为大笑而开裂的皮肤。 我刚刚来到这个城市就注意到了你,你和我流淌着相同的血,所以我想办法转到你的学校,和你成为朋友。 怎么,你忘记了我们一起度过的开心的日子吗? 你忘记了,我们曾经好几次半夜里在一张床上聊天到通宵吗? 你认识的承秀,就是我呀。 骗子,原来,原来一切都是骗人的吗? 叶小萌很悲伤,因为能够看到鬼魂,叶小萌很少能够交到朋友。 因为等他告诉朋友他的世界,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个疯子,而离他远至。 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现在却告诉他这一切不过是一个骗子。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抓住他,而设下的骗局。 骗子,夜小萌忍着不让泪水流下来。 怪物,明耀会来救我的? 夜小萌心里祈祷着,明耀,快来呀。 明耀? 那个没有多少能力的私家侦探吗? 你认为凡人的力量能够阻止我吗? 承秀并不把明耀放在眼里。 上次他救你,是你运气好,他拼着被死灵的毒气入体赶回来。 现在能不能动还是问题呢? 在他看来,明耀不过是一个每天混吃等死,靠帮别人跟踪老婆,寻找亲人,稍微有些灵力的私家侦探。 是吗?那我们走着瞧。 夜小萌很庆幸还没有把明耀的力量告诉我承秀。 明耀受伤了吗?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要紧吧? 夜小萌开始有些担心明耀的身体了。 不必害怕了,马上月亮就会升起来了。 人世间的魂魄开始聚集,给我带来力量。 以后你便会快乐地继续生活。 不会饥饿,不会寒冷,不会衰老,不会有烦恼。 只是,在你的世界,便成了一个小瓶子,默默地看着这个世界,这个原本属于你的世界。 你要对我做什么? 叶小萌冷静了下来,首先要弄明白,这个怪物的目的,才能够想办法逃出去。 他在心里想着, 你不必知道了。 你不必知道了,只需要享受这一切,就行了。 程秀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奇怪,怎么还没有聚集够啊? 突然,地面传来了一阵震动,天花板上的文章闪了几下,越来越暗淡地下来。 是,是明耀吗? 叶小萌在心里默念着明耀的名字。 快来救我。 你去看一看。 程秀回过头向黑影说道, 有人破坏了我的结界, 去收拾一下,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了我。 黑影慢慢地隐没在了黑暗中。 你确定是这里吗? 明耀队能够这么轻易地进到防空洞, 很是奇怪。 不会什么防护都没有吧? 这个法术不是不能被打扰吗? 我也不知道。 一般来说, 进行这种大型的仪式之前, 魔法师都会设立强力的结界, 来防止其他人的入侵。 Ada将本想用来破除结界的六芒心银链, 放回到包里面。 我们小心一点, 可能会有什么陷阱。 明耀拿出一张照明符, 符指发出的光照亮了防空洞的路, 两个人谨慎地向着水晶棒的指示的方向向前走去。 在解放初期, 城市的地底和许多的山体上都挖了不少的防空洞, 但是现在大都废弃了。 通道的墙壁上长满了苔藓, 通道的地面上还有些积水, 偶尔会有几声老鼠的叫声传来。 叫声因为回音显得异常的清晰。 快到了。 Ada手中的水晶棒越来越红了, 是接近目标的信号。 小心。 明耀感觉到不对劲的第一时间, 推开了Ada, 自己向后跳了一大步。 一块巨大的水泥从头顶掉落了下来, 砸起了一大块水花, 正是刚才两个人站的位置。 出来吧, 我看到你了。 明耀冷冷地对着黑暗中说道。 一个穿着黄色西服的中年男子, 慢慢地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明耀看清了他的脸。 原来是你, 我倒是看走眼了, 没看出原来你身上也有不干净的东西。 明耀认出这个男人正是自杀的那个女人的老公。 你是看不出来的。 Ada心疼地擦着占到水的LV包包。 这种怨灵平时被巫师潜藏在人的潜意识里, 靠吞噬人的灵魂生活, 再把原来主人的意识抹去, 取而代之。 在一切都完成前, 很难分辨得出来。 中年男子似乎并没有听到他们两个人说话, 低着头, 两手的手指紧紧地扣在一起。 身上的骨骼就算是在衣服下, 也能够清楚地看得到不断地扭曲。 他在干嘛? 明耀悄悄地问Ada。 神格的交界, 快, 趁现在干掉它。 Ada开始在包包里面寻找需要的道具。 你们欧洲的驱魔师用的东西太麻烦了, 我来吧。 明耀从裤子的口袋里掏出一张符纸。 为男子, 自, 服, 位, 误会, 核化火, 急。 一团巨大的火球照亮了整个通道, 向中年男子飞去。 中年男子似乎是突然惊醒了, 攻起身, 双手前推, 地上的积水像是活了一样地飞起来, 呼向了火球。 扑哧了一声, 火球像是烧红的焦炭扔进了水池里。 火焰被熄灭了, 空道中弥漫着大量的热气逼人的水蒸气。 明耀和Ada有些睁不开眼睛了。 太晚了。 中年男子开口了。 这个身体完全是属于我的了。 明耀和Ada向后退了两步, 戒备地看着眼前的这个男子。 你是梅林的使魔吗? Ada把包包放在了身后, 一只手在包里面找来找去的。 不必费劲了, 想暗算我吗? 我都看到了。 中年男子歪着头看着Ada。 叶小萌在呢? 明耀不想再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每过一秒钟, 小萌都会多一份危险。 是那个抓来的女孩儿吗? 很遗憾。 你们不能见到她了。 因为你们会死在这里。 中年男子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 你们过不去了。 此路不通。 那可不一定。 干掉你再过去就可以了。 明耀再次地从兜里面掏出符址。 离火,急。 五个火球向着中年男子飞了过去。 数量多了, 但是却比刚才的火球要小得多。 哈哈哈哈。 同样的招式, 会起作用吗? 中年男子大笑了起来, 只是伸出手便将火球打了回去。 明耀急忙向后躺下, 自己发出的火球从头顶飞了过去。 同样的招式没有用吗? 冰耀从地上爬了起来, 拍了拍身上的大衣。 我不信, 你又不是圣斗士。 来呀,来呀。 哈哈哈哈。 中年男子一边躲避着火球, 一边叫嚣着。 力量, 我自己的力量。 哈哈哈哈。 欲望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 只要是人就会有欲望, 只要有欲望, 我就有力量, 你是打不倒我的。 明耀似乎是有些筋疲力静了, 身上的腹脂已经用了七七八八了, 人类的身体是有极限的。 天真中, 快了。 明耀侧身躲开了迎面而来的拳头, 虽然只是拳风擦过身体, 肋骨却传来了刀割般的疼痛。 只有最后这几张了吗? 要省一点。 明耀一手捂着又累, 一手从兜里掏出符纸, 想了想又放回去捂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停地来回躲避攻击和使用离火咒, 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体力与灵力。 就凭这种雕虫小技就想打倒我吗? 没有用的, 你能伤害到的只是这具身体, 而我的力量是来自人的意识。 中年男子甩了甩受伤的左手, 明耀的离火咒只是把他震退了几步而已。 是吗? 其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明耀喘了几口气, 直起身, 把手伸进了大衣里的口袋。 嗯? 还有什么新花招吗? 中年男子站在原地, 歪着头看着明耀。 对于明耀攻击法术时的力量, 他刚才已经摸透了, 并不在意。 这个怎么样? 明耀从大衣兜里掏出了一个青色的盒子。 古印! 一片黄色的光芒围住了中年男子。 呃, 这是什么? 中年男子睁开被光芒刺到的眼睛, 看到了无数只剑围住了自己, 上下左右不停地旋转着。 中年男子伸出拳头, 用力向剑阵打去, 一阵黄光闪光, 剑阵却是纹丝不动。 困住我, 有用了吗? 中年男子并不担心自己被困住。 你一样过不去, 而且只要维持这个阵法, 似乎你很吃力吧。 明耀把所有的灵力都放在了控制剑阵上, 头上留下大力的汗珠, 说明了他坚持不了多久。 只要困住你几秒钟就行了。 A的声音从中年男子的身后传来。 你以为他不停地用离火咒打你是在做无用功吗?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走进这个传送阵来。 嗯? 中年男子刚刚才发现, 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站在了一个用盐化在地面上的圆阵中。 去吧, 回到你那该死的冥府去吧。 A的啊, 下车, 在这完整给你做的就行了吗? 好, 就是, 我看能不能看我, 我看能不能看着我的事情。 我看能不能看我。 但我看能不能看我。 你真的很想知道我看你, 我看能不能看你。 我觉得你从来看我了很多个神经压。 在这一刻自然而是我说我, 明耀收回骨印剑阵,便再也站不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 你怎么这么慢呢?我都快要坚持不下去了。 没办法啊,我要先把地面上的积水弄干了,才能在地上化传送阵啊。 Ada很无辜地摊开手。 你应该加强锻炼了,还有一个大boss在后面呢。 确定这家伙不会再爬起来了吗? 明耀抓紧时间恢复了一下子力量,后面肯定还有一场恶战要打呢。 没有问题,这个传送阵可以直接把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传回民间。 Ada把东西收拾好。 我们走吧,你的心头爱就在前面。 这个男人的身体怎么办?是死了吗? 明耀从地上捡起了一根木棍,车了车中年男子的身体。 哦,失去了灵魂,恶魔的灵魂也已经回到了民间。 原本属于自己的灵魂,已经被恶魔吞噬干净了。 没有灵魂的肉体还活着,不过是个植物人而已。 Ada用手绢擦了擦手。 剩下的问题就交给警察来处理吧。 你们还是到这里来了,那个没用的始末。 通道的尽头,一个巨大空旷的房间,程秀站在房间的中央。 他身后的石台上,叶小萌静静地躺在上面,看着民耀,不能动,也不能说话。 看来我还是小看了你,被亡灵的毒气热侵体内,还能打败我的始末。 哦,我应该夸奖你啊。 程秀慢慢地走向民耀,残缺不全的脸上带着笑意,有白色的蛆虫在脸上的肉里钻来钻去。 民耀很难将这个恶心的怪物和原来住在自己家里的那个清秀女孩联系在一起。 似乎是注意到了民耀厌恶的表情,程秀觉得很开心。 不用担心,很快我就可以离开这具恶心的身体了。 其实这个女孩长得还不错,我有点舍不得。 程秀看了看自己的身体。 可惜,代用品就是代用品,用不了多久就会坏掉了。 撒旦保佑让我找到了这么完美的身体。 仿佛是看到了世上最渴望的东西。 程秀浑浊的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芒看着叶小萌。 用这具身体,我便可以永久地活下去。 你在做梦。 Ada从身后掏出了魔杖,三尺长的木棍上刻满了花纹,顶端的宝石发现。 是说的,我会有点魅力的蝶变,并端的宝石发现。 在电影里面,他们也可能阴行第三者。 二人,你们有点敏感。 也就是了个人,布格。 你也可能会移行他们的身体很危险。 略结束。 我觉得ât复了多久,一个观众。 你可能会不尽一天,因为他们会有什么妈妈妈 tran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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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叶小萌听到了Ada的话,急忙把Ada扶起来,搀扶到了明耀的身边,有些粗暴的动作,让Ada忍不住叫了几声疼。 没事的儿 ف,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只是灭力。 现在我和明耀都不能动了 你来把我们两个从这个鬼地方背出去 Ada吃力的把魔杖收了起来 怀里抱着自己喜爱的LV的包包 啊 我一个人背你们两个 叶小萌跳起来大声的叫道 我们可是来救你才受伤的 你不背谁背啊 Ada伸出了手 来吧 先把我背出去 不要 叶小萌皱了皱鼻子 我要先背明耀 通道的转角 一个男人向上推了推金边眼镜 两层结界都要我出手吗 现在的小背能力都太差劲了 说完后便转身又消失在了黑暗中